欢迎来到宇说体育 今天胡人战胜了不行者 拿下了MBA集中锦票赛的冠军 胡人作为MBA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豪宛团体 确实是实质名鬼 这支球队每每遇到历史关口 总是能够抓住己欲 不得不佩服 这个球队运营能力之强 运转之流畅 一如既往 同时呢 詹姆斯今天这场比赛 也是通过高光的表现 以及生猛的输出 拿到了集中锦票赛的MVP 这个奖项颁给詹姆斯呢 绝对是实质名鬼 因为你看他跟农眉对比啊 仅仅就这一场比赛而言 詹姆斯只拿到24分 而农眉呢 拿到41分 20个篮板 额外还有4个盖帽 5个入股 但为什么没有办法给农眉呢 这个一方面是 集中锦票赛 他强调整个过程 面对所有不同球队 从一开始的小组赛 到最后的淘汰赛 每一场比赛都记录赛 他是一个全程 总览的这么一个冠军办法 再者一点呢 他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 一名运动员 你真实的比赛影响 没有简单的 关注于比赛数据 既不强调于单场爆发 同时呢 又不强调于表面数据 这两者如果想结合的话 可以说堪称是一次 完美的奖项评选体现了 而且这是第一届的 集中锦票赛MAP颁奖 就能够做到 这么有里有面 那么也就意味着 未来啊 会给这个奖项 今后的评选呢 奠定一个几条 那就是专注于篮球的本质 因为其实胡人队 打着连续多长比赛下来 我们能够发现 勒布朗 詹姆斯只要在场的话 胡人队往往能够建立领先 他如果下呢 其实就哪怕说 球队数据这块 也有一些猛人 他们能够不断的积累得分 不断的积累那些 数据统计表达上的一些 填存物 但是呢 比赛效果 比赛观感 这支球队 谁是最具重要意义的球员 詹姆斯还是当之无愧的 少了他绝对不行 所以呢 这个奖项颁发给詹姆斯 就也就验证了 真正的篮球 他内在的逻辑运行 也相当于是 向所有群迷宣告了 今后NBA在 这个奖项评选上 能够更加的 尊重于篮球的本质规律 所以 机中锦标赛 第一件MP 颁发给詹姆斯 不光是詹姆斯个人的荣耀 同时也通过这样一种 颁发的水平 看到了这个奖项 自身的罕见量 两者之间是相得益仗的 龙梅呢 今天输出也确实是野兽流啊 打除了差不多赛季之紧 甚至你别说赛季之紧了 就在关键场次的发挥上 在农梅整个职业生俩 都堪称是数一数二 41分 二十篮板 大货两双 额外其他那些数据呢 基本上也几乎填满 农梅今天地位 他的野兽表现 摧毁一切的这种篮下输出 也让湖人队看到了 新时代崛起 勒布朗詹姆斯 即便说年龄大了之后 这只球对未来前进的希望 同时板正形小李福斯 他站出来之后 在胡人队这场比赛 最伪难的关头 就张宝斯呢 因为很早就两发了 当时离场刚一登场呢 在第二节那会儿 提前又身为散范 那个阶段是胡人队 最伪难的时刻 恰恰当时小李福斯 就是自己有这样一种 大心脏的自我意识 了解 正当胡人用人之地 那么我在板顿形 站出来呢 一定要助胡人一臂之力 所以小李福斯 今天发挥也让人过目难忘 当然那个球队主角连哈姆啊 也确实堪称一代名帅 现在有了 集中紧妙赛的冠军了 你不要忘了 这就是正八景三十字球队 最终脱颖而出 幽中选游的一个 呃 冠军的争斗过程 他也是极具含金量的 因为你放眼历史的话 提倡那些篮球赛事 他不见得都打系列赛 你包括什么 打世界杯 打奥运会 那不都是吗 先打小赌赛 然后后期变成淘汰赛 所以这个模式 也是世界主流的 选拔强者的一种方式 集中紧妙赛 对于哈姆来讲 也是一次冠军的 呃 自身淬炼 让他作为一个 照头来说 也让自己金光闪闪 而且你看哈姆 上赛季呢 让湖人队在开局 那么难堪的战绩情况之下 通过大胆的 把威斯布克 让他直接上下 第一次打替补的方式 铁腕手段 后来湖人呢 甚至干到了分局决赛了 而今年呢 同样 赛季之处 那会儿湖人队也陷入到 战绩的低迷和艰难 正是哈姆他杀法果断 展现出来了一个 真正的铁血祖宠 那样一种 呃 刚猛的做派和 为人的魅力 让小李福斯 打了替补了 这一下整个湖人队啊 气质形象完全改变了 首发替补呢 看起来更加协调一致了 所以哈姆 夺得这冠军 他在其中办的角色 也绝对是不可忽视 他绝对不是混来的 就是湖人 今天这场美式 众志成城 拿下了这么一个 呃 冠军 打造了 属于他们历史性的记忆 第一届 NBA集中锦标赛 由湖人队多取 由一个老将 39岁 但是老人明姐 呃 这场比赛登场之处 就能够看到 他多想赢这个比赛 呈现出来的这种身体能量 以及外在的气场 掩然如同是一个野兽 出笼一把 相对比之下哈利波顿呢 还尚显年幼 尚显年轻 最终咱们是就拿到了 历史第一届的 集中锦标赛的金杯 而且这个金杯挺有意思啊 还颁发那个奖牌呢 跟奥运会那个颁奖似的 所以更加显得 NBA官方对于这个奖项的重视 对于整个这个 集中锦标赛 这项赛事的 呃 极高的关注度 各种规格 几乎就是拉稿了 跟NBA总决赛啊 一样的程度 包括媒体比较广 以及现场那样一种 灯光影效啊 呃 球管那样一种热烈氛围啊 这几方面 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波农者那边呢 就是哈利波顿 他还是尚且比较短练 但是不得不佩服啊 波农者意义是什么呢 这支球队年轻人居多 未来绝对是极具前途 哈利波顿至深呢 今天其实他已经是表现 让我们感觉很拉了 为啥呢 因为他没能呈现出 像詹姆斯农妹一样 那样一种比赛当中的能量感 就这种能量感太过了 你看忽然觉着 虽然看着詹姆斯的背影 那往前冲那阵子 嗷嗷乱叫啊 就感觉有詹姆斯领头 自己这支球队 不可能接受败北的命运 而哈利波顿呢 身形相对来说 就看起来比较单薄 比较勾勒 就是气质这块 也是比较低沉 所以这点是需要 未来哈利波顿改进 但即便如此 你仔细看哈利波顿 塞后他的数据统计啊 仍然是高执高效的 我要没记住 应该拿了20来本 送出了11次注目 各方面数据表现 也不拉扩 效率甚至还很高 这就说明啥呢 哈利波顿 就哪怕说你感觉他 哎这场比赛存在感不足 但他效率这块 其实也并不低 那只能说哈利波顿呢 他的传球能力带来的 就他每一次投篮出手呢 不归特别盲目 就是最终发现 哈利波顿 他也有很好的手段和能力 去综合自己一场比赛 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低迷的手感 他有很多种 多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能够让自己呢 在投篮 可能说出手 感觉欠假的情况之下 通过抓一些 那些有效回合呀 其他那些对手 他们更关注 自己传球的情况之下 自己抽冷的 突篮下呀 打这么几下 这样一来呢 他的表现其实也不差 所以哈利波顿 还是相当于潜力 就算他表现已经老了 但几会数据看起来 还这么体面 说明未来 他真是潜力无限 对于罗伯尔詹姆斯来说呢 这一场比赛 拿下之后啊 相当于是 让他距离迈克尔小胆 两者之间的容易构成呢 又更加解极了 因为集中锦标赛的冠军 他体现了一名学员 他这种关键时刻的把握性 这种生死一线之间 他那种领袖的魅力 以及沉稳不乱的球场的英雄本色 能够压住一切的那种 无可匹的的气场 詹姆斯通过这一个冠军呢 能够让之前他拿的那四个冠军呢 都显得意义升回了 更加维度丰满的 诠释了詹姆斯 至于一支球队 他胜利的意义 所以这个冠军也是 相当有作用 那跟迈克尔乔丹相比呢 那可能说 总的冠军数还差一个 当然虽然说 韩吉良各有不同 但是确实 詹姆斯在一步步的 追赶自己的最终目标 迈克尔乔丹 今年呢 如果说继续能够率领胡人 夺得最后的总冠军的话 毫无疑问呢 届时真正的构特比拼 就会陷入到非常认真的 探讨城市领域之内 詹姆斯啊 那就真是有可能 距离自己成为篮球场上 唯一的真神 可能说呢 他还是 在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没有放弃年少时期那个梦想 继续在追寻自己的目标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